一生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用民宿记第二章来灵修 先让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段经文 第一到第九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亚伦说 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独下 在本族的旗号那里 对着会议的旗号 在东边向日出之地 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独 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做犹大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属的 共有七万四千六百名 挨着他安营的是以撒加支派 有苏鸭的儿子拿坦叶 做以撒加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属的 共有五万四千四百名 又有西布伦之派 西伦的儿子伊利亚 做西布伦人的首领 他军队被属的 共有五万七千四百名 反属犹大营 按着军队被属的 共有十八万六千四百名 要做第一队往前行 承接着第一章的结束 那边记载了 耶和华吩咐摩西之后 摩西和百姓就照着耶和华 所吩咐的完成了 第一章所记载的内容了 那么第二章一开始呢 耶和华再次小遇摩西 告诉他一些 更为细节的事情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以会幕为中心呢 在会幕的东边 有三个支派 安营在那边 三个支派里面 又有多少人 是可以出来打仗的 然后呢 这三个支派的总数 又是多少 那下面的经文 也是以这个模式出现 接着东边之后呢 就是南边的支派 三个支派 每个支派多少人 总共多少人 那么这段经文 我们也不读了 各位可以回去读 下面呢 我们要读的经文呢 是第十七节 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 随后会幕要往前行 有立位营在朱营中间 他们怎样安营 就怎样往前行 各按本位 各归本独 是的 这里给我们看见 当提到第一大队 就是东边这三个支派 和第二大队 就是南边这三个支派之后呢 就提到立位人 所侍奉的会幕 是在第二大队之后 也是整个部阵的中心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其实这背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 那就是 百姓当然要征战 不过征战得胜与否 那就是看在中心的 上帝的会幕 换一句话说 这一支主耶和华的军队 不只是一队战争的军队 更是以会幕所代表的 敬拜为中心的军队 接下来从十八节 一直到三十一节呢 也就分别记载了 会幕西边和会幕北边 也就是第三大队和第四大队 不同支派的组成以及人数 各位可以自行阅读 不过我们要看的是 三十二节开始的经文 这些以色列人 照他们的宗族 按他们的军队 在诸营中被数的 共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名 唯独立位人 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个人照他们的家世 宗族归于本独 安宁起行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呢 再次记载了 可以出去打仗的总人数 那么这个总人数 跟第一章最后是一致的 之后又再次强调了 立位人不列在以上的 总人数之类 因为立位人 有他们侍奉的特别职份 那就是在会幕中侍奉 那么这样的记录 就结束了第二章的记录了 与第一章相比呢 其实第二章是把第一章 讲得更为细节了 第一章讲到十二个支派的总数 那么这一章呢 就讲到各个支派 不只是总数 而是各支派的人数 还有各支派围绕着会幕的地理位置 行进的次序等等 那么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虽然我们现在离旧约时代这么远 也完全不一样的时间和空间 但是同一个原则 仍然教导我们 那就是一切征战的中心 永远是会幕 永远是上帝与人同在的代表 换句话说 我们一切征战 外展宣教 必须先求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个原则 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 经过今天的灵修 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甚至侍奉的生活之中 是不是永远以上帝为中心呢 若是在您的侍奉生活里面 已经有各种不同的侍奉了 你怎么样以上帝为中心 成为你侍奉的导向呢 欢迎你留言 分享你宝贵的经验 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成长 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